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7日 刚才出去了两个多小时 和家人一起到一个地方去注射辉瑞疫苗 现场很多人秩序井然 关怀备至 加拿大医疗服务体系是太好了 每一个人都是整齐的排着队 耐心的等待 每到一个窗口 那都是就很认真 医生 护士 这些工作人员 给患者 给这些注射疫苗的人考虑的 那真是太周到了 细致如微 如果你是一家 有两个凳子可以坐在那 注射完了之后 也没有什么反应 和以前注射防感冒的疫苗一样 没有必要担心 我看媒体报道的很吓人 有的说是注射完以后 有的人就命都没了 现在看来不是怎么回事 我看每个人都是很平常 没有什么任何 没发现任何异常的现象 不论是本人还是其他人 这是非常的有趣 听说还要再注射一次 才能起到防疫作用 即使全部注射完了 好像你该防备 还是要防备 感受最深的 就是加拿大的医务人员 那是太好了 太耐心了 一想想问你 身体有什么疾病 服用什么药 有没有什么反应 感觉怎么样 可不可以注射 疼不疼 这是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关照 这确实 加拿大是 确实是世界上 应该讲最好的地方 我觉得感受到 就看给你注射的医生 就是像自己的亲兄弟一样 那么就想到了中国的医生 中国的医生大部分也是好的 他也有很多医生单纯的经济观点 比如说昨天就看到海外的这个 看中国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就北京有个医生啊 叫张宇 他就算是一个有良知的医生 主动站出来啊 揭发什么 揭发这个北京这个医疗领域里面那些腐败问题 坚决揭发的一些医生啊 特别是什么 在治疗这个肿瘤方面啊 北京大学第三肿瘤医院啊 这个化疗科主治医师张宇 4月18号在网络上发表文章 揭露这个肿瘤治疗的黑幕啊 这是触目惊心的啊 这种情况在加拿大都不可以想象的 怎么会出现这种人啊 你可能讲给加拿大医生听 他觉得挺挺离奇的 还不太会相信 还有人干这个事啊 说这个只是在这个2020年 中国新发癌症457万人当中 至少有300人死亡 说是造成患者死亡的原因 除了与发现过晚有关 很大程度上与不规范 甚至错误的诊疗有关 医生应该就此负伤啊 有的医生就想赚钱 明明人的病没那么重 他就让人多吃药 这个情况在上个世纪啊 我做急诊的时候就就发现过 主要是这个药的销售啊 不应当和医生这个 个人利益挂去勾来 这个是绝对害人的制度啊 就没想到 我都离开中国十年了 中国还没有改变啊 没看这个文章 这个情节冷然很严重啊 说这个造成很多的这个诊断 是错误的诊断 没有必要花费这个患者的钱啊 说很多的患者在这个患病之后 临死之前花光了 所有的积蓄 这是这是什么什么医生 这是这黑心医生啊 他就揭露这种乱象 说遍布普通地方医院和三甲医院 他多可怕啊 看到这篇文章 这个医生是很有这个胆识的啊 也非常的正直 你看照片啊 发在网上 那么根据这篇文章的这个介绍啊 这个他在文章当中 这个张玉列举了 他所见到的诸多案例 表示呢 肿瘤治疗呢 不仅费用昂贵 而且效果不佳 医生就是为了赚钱 最后很可能是人才两空啊 他点名批评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的福祖新华医院 普外科一个副主任 医师 某某某啊 我们谨慎一点 就说某某某啊 指他利用患者的无知和求生欲望 摸取黑色受容啊 说是这个人在收治一位晚期癌症 这个患者的时候 对他进行不必要的记忆测序 开了不合适的药物 还推荐了无效昂贵且不合 法的细胞免疫治疗 致使患者的医疗费用增加了十倍啊 却更早的死亡了 你看 说因为通常 胃癌的一线治疗 二线治疗和三线治疗 花费并不高 国家可以报销 但是这个医生并不满足啊 结果就是这位患者的生存 这个期限明显缩短了 花费比常规超出十倍以上啊 让他急需的钱全部花光 欠了一屁股在 欠了几十万在 你想这症里确实是黑心切啊 真的 怎么能这么干呢 这种情况在加拿大是不可想象的 加拿大的医生 这个由于这个公费医疗啊 所以说也存在什么 存在这个 这个就是人满为患的问题 就排队时间长啊 你要预约 比如说检查一个B超 在国内一下午就检查完了 一天全完事了 说我都检查过身体 花两千块钱在国内啊 这两天时间全部检查完 在加拿大不行啊 在加拿大这很长一段时间啊 这个的确是效率比较低啊 有时候把你等着 实在是就着急啊 排队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医疗设施资源有限啊 对不对 人人都免费 因为免费可能有些人小病也大检查啊 这个情况也存在 这也是一个弊端 还有个就是什么 那个家庭医生有的 他不负责任啊 看的时候三五分钟 三两分钟就完事 这我也遇到过 但你的寻找不断的换 寻找一个好的 然后你就不要换了 我就这样终于找到一个好的 就有的医生特别好 看病他都看很细致 有时候一个一个人看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都有 因为身体各种病 这种病哪种病 再认真看 不论男女老少 不论是老的还是小的 不论你什么职业 他人家不问你职业 没有任何人想从开药当中 或者什么扎针 想牟利 这个都没遇到过 只遇到过 就是草率形式的这个有啊 其实草率形式那个 有一个制度就把它给制住了 其实我都建议啊 就按个什么按个那个按钮啊 就像那个海关就会说 服务质量分成三等 好 不好 差 走之前你服务完了以后 按一下就行了 进入电脑完了 如果你是不好的 不好 你看完病 看这个白看 拿不到30块钱 就马上就好了 这个制度没跟上 加拿大这方面还是欠缺 但是总体上 它社会风气好 任何人不敢说是 像刚才讲的情况 那就犯罪了 也不可能让你这么疯狂 早就给你 丢下这个医疗执招 送监狱去了 关键是法治问题啊 因为党管司法 党管医院 院长是党的领导 这个党委书记 往往就见院长 权力大 权力大 他们为了挣钱呢 就从外边进那些药 让医生啊 护士啊 那个个人利益 和这个药的开放多少 捆绑一起了 这就完了 大家拼命干了 谁开的药多 大药房 大头药房 明明人家是 不是癌症啊 他可能 都给你搞假了 这个可能少的不太敢 但大部分是比较轻告诉你 续好 东北花奖先骗你去续好 夸大 夸大其次 赶快要治疗不行了 第三期了 再不就完了 有一种药 好啊 这个 骗人家多买药 实际上没有必要 药这个东西啊 你要买一点点就行了 他都有 奇效 是吧 过期就是 做 就是 起反作用了 这个还是 我认为还是 这个体制的问题 就医疗体制的问题 就党管一切啊 党州官员 今天换州 明天官员 权力太大 胡作非为啊 不负责任 司法不独立 监督不了 这个医生造成 如果能监督的好 你就搞几个典型案例 重派 然后就 马上就制住了 但是现在中国 看来还是不行啊 没有跟得上 所以这个5月5号 是张玉再度 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发文 表示 魏建委的调查结果 如犹如当天 当头半鹤 明确告诉所有人 这个 包括这刚才讲 他揭发这个人生 没有问题 你看 他给举报完了以后 魏建委不认同 魏建委肯定不能认同 因为什么 魏建委 还得靠这个医院 下面这些院长书记 给他送礼 魏建委主任 副主任 我懂这事 卫生局 卫生局里不有 那个叫医政处 那时候 我记得有个城市 医政处那个处长 那脸色才难看了 那可牛了 他控制那些医院呢 每个城市都有 十几个医院 西边是小城市 有时候都十几个医院 院长全力打着他 你要关系好的话 什么钱不用花 打个电话 就去检查吧 全为你算 领导干部不都这样吗 是吧 看来这个风险还没改 那么他讲这事就讲到 举报完了以后 魏建委害怕 说没有这事 你这是纯粹是在这 就虚张声势 造谣 搞不好还抓你了 说你这个制造事端 因为什么这个处击到了一大批人的利益 因为假如在这个领域里就是打击这些龙虚作假的 这个乱开药房的 行灰受灰 那不就处击了一批利益集团了 院长这个书记是靠这个底下处长客长送钱 处长客长 这个这些人在靠什么 靠医生 护士送钱 这医生呢 在勒索患者 这个患者根据职业的不同 再去勒索整个社会的恶性循环 你比如说你要是警察 交警去看病 他勒索交警 交警回头就罚款 增大 前几天不都是我讲到那个 这个公安 陕西 也是陕西好像啊 公安罚款这时候 也是五亿这一天 那汽车里边那个出租司机已经死了 他都不知道 他给那罚款单贴到那个玻璃上 他为什么呢 要这样 就是因为 这个我还是懂一点 就是每到了年纪 公安罚款有奖励 要完成任务 每个人呢 交警 说这这个月底啊 每个人都出去 挣点罚款 罚钱 一个你是五十万 你一个人五十万 达到这个额了 你就完成任务了 然后这五十万当中 提成多少 经常有种小政策 尤其是像黑龙江那种小城市 交警自队啊 哪如狼是乎呢 权力太大了 所以他这个罚的时候 他根本 你这个司机 有不正常现象 他也不关心 你死不死 他不管 反正我看你违账了 我那个把违账单 往你就撤了 一提 我正是就罚款 就完事了 再罚下一个 罚完了 完成任务 赶快回家去了 经常这个了啊 现在我听说 好像国内好一点了 就因为现在都是有网络了 多少有点 就是这种制度啊 这个缝隙少了 那以前你罚款最早的时候 那个上了时期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那都是警察 一手钱一手罚单 就是你罚的钱 直接给警察 那警察去 摘在兜里一大半 一小半上交 后来就是罚的和那个担子啊 分开了 人钱分开了 就制约 制度变了啊 就杜绝了一些 现在又变成这种 网络化了 那可能更好一点 但是仍然有 这个 空子可钻 因为什么 只要你这个政策 有这个 可能性 有腐败的可能性 就会有人 血血脑袋 整 这个一大都不奇怪 那个时候 在国内都是这样啊 开车 出了什么事 道路走错了 违章了 找人 打电话 我认识你们 大队长 自队长 局长 处长 都这样 现在回想 就是这个社会 之所以在这方面出问题 就是因为 法律的问题 太怂了 人情 社会 刚刚就是讲到这个 这个交警 医疗 医疗 更是这样 医疗 尤其是些什么呢 这个国营医院 还好一点 就是说 还有点制度 还有点监督 你要是私人医院 个体医院 那更麻烦大了 你原本一个小事 谈了给你 给你 无限的夸张 整你啊 甚至还有更损的招 我都遇到过 那时候 我2006年 从监狱放出来 上那个就是 那个药店 身体肯定有病 各种慢性病 你一进去 那个柜台上 就一大批人买药的 你就那么窄一个 古代柜台啊 就十几平方米 好几个女的 就中年女子 就站在那 蓝壳 就拉你 买她的药品 她问你的话 你在加拿大 要问那话 人家好说 你是性骚扰 在那很正常 单斗植入啊 一点不觉得脸 我问你是这个 这个给你整了 也是不好意思 她整个这个社会 就是全是向前看 只要能挠着钱 那就是伟大的英雄 别人不管 什么这个 这个什么礼 什么这个礼貌 什么不雅 从都不管这东西 所以医生已经是 和其他行业一样 完全上品化了 其实医生就是 中国古代不都讲了 玄壶济世 那都是 玄壶济世 这中医都是非常讲究的 讲到精神品格 救死富上啊 结果现在医生 变成了少人 比少人还直白 你看那医生 从一起比 谈话聊天 不就讲啊 你几套房 我几套房 你怎么开什么车 他都比酷 而不是比什么 怎么能帮助病人 解除痛苦 你怎么能救死 富上 没有比这个 这个社会 彻底的堕落了 真的 所以这篇文章 讲的揭露 像他刚才讲的 这个医生 张玉 就了不起 就是太少这种医生 即使他和那个医生 有矛盾 他揭露他的问题 如果这个事 属实也应当差 动机不太重要 就干这个事 是不是真的 但是他这个事 好像是和那个人 还没有什么矛盾 那这个是 涉及到医疗体制 很大的问题了 是内部 把它揭露出来 那肯定 卫生这个系统 不但不会整改 还要整它 这表明什么 这个整个制度烂头了 没有大的社会的变革 解决不了 将来只有什么 随着共党垮台 社会的信誉 重建 包括医疗的职责 都开始重建 到那时候人才知道 会想过去这些 一切向前看的剧痛 包括开这种药房 和嗨这些患者 这是大罪 那么今天的 还会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